盐酸左氧浮沙芯片治疗妇科炎症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其玲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盐酸左氧浮沙芯片治疗妇科炎症吗 这种药物的话 它有一个自己独特的一个抗菌图 我们经常在盆腔炎的时候 尤其是急性盆腔炎的时候 这个药物要和其他的一些药物来合并应用 静点来治疗瓶腔炎症 可以在妇科应用的 妇科最常把它用在的话 就是急性瓶腔炎 急性瓶腔炎的话 这种情况下一般要 如果对这个药物很敏感的话 要静点用七天 后边的话可以再改成口服的 再口服七天 整个的话急性瓶腔炎 抗生素治疗的时间需要比较长 一般得需要两周的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